大家好,这里是天洋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啊 我们看这个伸出手掌啊 拇指啊跟四个手指之间的张开的角度非常的大 自然张开啊,一定是要自然张开 我们曾经有一期节目讲这个手自然的放在桌面上 或者放在大腿上看 自然的放在这个平整的这个物体上看啊 就是哪个手指间的距离比较大 都是有不同的意义的 像这种情况如果是大拇指跟这个十指间的张开角度非常大 说明有创造力,喜欢自由发挥 个人性格比较独立自主 不喜欢被约束 拇指跟四指之间的张开角度比较小的话 个性比较沉默 甚至带有一点这个依赖性 比较保守,缺乏创造力等等 我们看这个十指的长度 十指的长度如果是达到了中指的最上面那个指节的中间一半的部分 那么甚至已经到达了上面这个超过了这个二分之一处啊 那个长度就比较长 比较长 比较长的人呢就是表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势 非常的这个对权力的欲望追求非常的重 相反如果是这个比较短的话 没有超过这个第一指节 第一个最上面这个指节 这么短的话 这个十指表示性格内敛 这个非常的这个内向 而且呢比较自卑一点点 偏啊 这就是中这个十指的长短啊 我们再看一个这个啊 这个第一个是川字掌啊 川字掌呢啊 能力强 收入高啊 这个做事格局开阔 但是呢偏劳碌啊 但是手掌呢 这个漏缝非常的严重啊 在金钱上挥霍无度啊 可以说是才进才出啊 到了自己有事的时候呢 一个帮忙的朋友都没有啊 就是说你自己大刺大方 做的这个教的都是酒肉朋友啊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当中的一些特点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杨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啊 我们下期再见